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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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砰砰砰 行刀加快 你们是从何而来 瘋 瘋 瘋 到了一块 半日子最专与完块 COME ON GO COME ON GO COME ON GO 飞载飞载全面崩坏 门上锁死我把秘密点端来 炸开了脑洞 映出了新灯 碰碰碰 不动不动这就是爱 Just come together I want a perfect roommate Come on and try me 摔出了一点血 Just come together I want a perfect roommate 就现在不要害羞大声 动我疼起来 大先生是谁 你拿着我的照片 就拿根棒 你想干嘛 别别别别 别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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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 打错了 放 来 走 apo 打 打的就是你 以后你再敢欺负美食一条街的老板 我就打残你 砸碎 叔 他打我 你快把我做主啊 请 我不是警告过你 别打我的习后在外面胡作非为 你不要以为我 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我的侄子 做错了事 再怎么着也轮不到你管 大先生 大先生 我在电视上见过你 滚 滚 我不管 他叔叔是谁 只要是敢惹宅基地和美食一条街 我就得弄他 哼 我在小时候 也做过你今天做的事 我欣赏你 不过 你打了我的侄子 我不管 这传出去 我非常的没有面子 你教教我 你教教我 我该怎么做 我该怎么做 你打大先生 你打大先生 我把你和你侄子都打了 这样可以了吧 你 给我 等着 开心点 开心点 来吧 只要你肯修改夏娃的设定 你让我干嘛都行 你打我一顿都行 来吧 来吧 你怎么忽然改变想法了 夏娃把大先生给打了 要是再不修改他的性格的话 我就死定了 好 我怎么做出让你不开心的事情 好好睡一觉 夏娃的事情 交给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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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讽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一定是个没用的家伙吧 我真的没有亲他 那他的设定 开了 真的 没事了 都过去了 这房间的颜色又变了 我进来的时候 发现他的性格就已经被切换了 那真的不是你亲的 不是 但是他的性格切换了 嗯 那是谁亲的呀 天哪 我别nt2了 还不知道凶手是谁 我没怎么这么苦啊 我没怎么这么苦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这些都是我干的 对不起 对不起 我 我也不知道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我给你道歉 对不起 阿宅 你真的好了 阿宅 对不起 我给你吹一吹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给翟姬弟添麻烦了 我给你道歉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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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为了翟姬弟好吗 你为了翟姬弟和美食街的发展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可是 我伤害了你 没话 我觉得这个话是挺独特的 挺好看的 对吧 王阿姐 在你的指导之下 我也学会了很多生存技巧 磨裂出了强大的抗击大能力 短短几天的时间里 我已经能感觉到自己的成长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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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担心祸福嘛 是吧 我觉得 经历了这几天的风风雨雨之后 我们宅基地的关系 更加和谐了 对吧 亚当 所以 从现在开始 我们居酒屋要走向和谐美好的 幸福生活了 希望如此 你别理他 他这几天脑子不太好 不是 我还是感觉我自己要难过 没事 怎么办 lockdown 因为我都会找到 病人 害到了 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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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为什么这件事情很蹊跷呢 究竟是谁改变了夏娃的性格 夏娃 阿宅 夏娃 阿宅 对不起 前端时间是我伤害了你 你放心 我一定会用行动来弥补你的 没关系 没关系啊 但是你能不能先把他们解散了 大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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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对不起 前段时间我给大家添麻烦了 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们以后不会再出去打架了 暴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你们大家各自解散吧 谢谢大家 这个是对你们的弥补 给你们添麻烦了 拜拜 以后要打架的时候 我们再来 不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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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中奖火焙 太好了 我的夏娃 又回来了 拜拜 拜拜 对不起 加档 这是什么 这次的突发事件告诉我们 以后再有这种突发情况 我们必须有备而无患 以后不管什么情况 只要我按下这个钥匙扣 你必须及时出现在我身边 帮我解决麻烦 明白了吗 嗯 这是情侣的吗 可可哒 你别多信啊 这是我从礼品店挑的 就剩这一对了 我回来改装的 平整均衡 平整均衡 小小便携 有USB充电功能 还可以GPS定位 粉红色 小小的 可振动 防水 还有USB充电 这到底是情侣的 还是情绪的 还是情绪的 你真无聊 对不起 Oooh 对不起 你别者 准备 看起来 啊 有点 原路 看起来 完全 好 看来没有什么异常 难道是我多心了吗 不 绝对不是错觉 你放学来去我家吗 你觉得我还会请你家吗 没事了 夏娃已经变好了 昨天就变回小外头了 风雨之后 终于出彩虹了 我亲呢 我喜欢的女生 怎么能让别人亲呢 你别再用那种眼神看我 你再这么看我 我把下巴亲回去跟他打你了 我 我 不停有美好的天空 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可是你 一脸无辜 不代表你 懵懂 我 喂 阿宅 出事了 我们排来厅被学生会收走了 为什么 什么 我们马上都去酒屋了 一会儿见面说 拜 不能去我家 我也拜 要是被他们发现下马了 你是不是死定了 对不起 对不起 王贵 东班车 出事了 赶紧走 东班车 你们怎么才来呀 就得你们了 都怪他 你们怎么才来呀 就得你们了 虽然训练是被没收了 但是 我们今年冬漫节 还是要办的 毕竟演了十六年的龙骑士 可不能断送在我的手里 对 对 对 不过 我还是挺没有信心的 毕竟原来一直有首席 Kurser佩妮 可是现在佩妮已经出国 当交换生了 放心吧 不管用什么办法 我一定会把冬漫节 搬下去 我一定誓死捍卫佩妮的梦想 毕竟 佩妮临走的时候 拜托我 一定要把冬漫节搬下去 佩妮明明是拜托了我 怎 怎么是拜托了你呢 算了都别说了 都怪苏子萱那个王八蛋 要不是他劈腿 渣男 佩妮时间好可惜 遇上这种人 你们不觉得这种人很中二吗 在现实生活中还敢开后宫 算了都别说了 他一开始还想追我呢 我拒绝了他的请求 就跟佩妮在一起了 没想到 他后来还劈腿了 拜托 人素子萱一开始就是追佩妮的好吗 是你误会了吧 好了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言归正传 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同生死共进退的时候了 办不成动漫节 别说人丢大了 到时候动漫社都要解散了 我去找苏子萱 干嘛去 打一架吗 然后动漫社直接被学生会除名 还是我去吧 坐下 要不我去 你 我都办不成的事 你能搞定 如果我是第一次去的话 肯定是搞不定 但是根据WFG定律的话 一件事情 你每重复再做一次的时候 成功率会增加百分之一 所以我现在再去 成功率肯定高于你第一次去的 对啊 大家多去一遍 不是有理论支撑吗 肯定能成功的 理论支撑 他 对啊 WFG定律 WFG定律 是他王富贵定律 坐下 会长 虽然佩妮出国了 可是动漫节很快就要开始了 学生会怎么能在筹备期 就把活动室收回呢 非常抱歉 虽然之前小礼堂排行程 一直由动漫社使用 但毕竟学校资源有限嘛 学生会把场地批给了 更值得鼓励的社团 还有部门 也是例行公事 希望你能理解 可是 希望你能理解 好样的苏子萱 你等着 我动漫社拖家带口 磨也磨死你 WFG 我 缩定你不是我的抉择 陪伴你是命运推着我 也许你只是个孤独的人 需要 朋友 为了你我什么都会做 只要你眼神不再寂寞 也许我能在你漫长的一生之中 没记得 没记得 笑过的狗 做过的梦 美丽的像飞鸟和彩虹 那么多回忆是我们 最幸运的相同 四目的风 无解的痛 不是我离开你的理由 相信你还是需要我 等我 穿过迷雾回到你身边 为了你我什么都会做 只要你眼神不再寂寞 也许我 也许我能在你漫长的一生之中 被记得 笑过的狗 做过的梦 美丽的像飞鸟和彩虹 那么多回忆是我们 最幸运的相同 四目的风 四目的风 无解的痛 不是我离开你的理由 相信你还是需要我 等我 笑过的狗 做过的梦 美丽的像飞鸟和彩虹 那么多回忆是我们 最幸运的相同 四目的风 四目的风 不解的痛 不是我离开你的理由 相信你还是需要我 等我 穿过迷雾回到你身边